NEO 了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我是NEO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馬雅人 這場比賽是中東杯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 越南人 越南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射箭場單位的血量 是特別多的 而且經濟科技研發史不需要木材 而且研發速度還可以提升100% 所以越南人的前期中期的經濟 都算有個不錯的 因為他經濟科技可以研發的很早 那越南人除此之外 他還有420D型的毛相夫 血量最坦的毛相夫 但是他的毛相夫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傷害會稍微差了一點 主要是拿來當坦克用的 然後再搭配自己的藤甲弓箭手 還有火砲、佛死車之類的 進行壓制對手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馬雅人 馬雅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工兵單位非常便宜 折扣最多的文明就是馬雅人 馬雅人他的老鷹 也是老鷹國裡面血量最多的老鷹 金冠科技老鷹國 不是老鷹國 黃金國 黃金國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非常坦 甚至有人把阿茲特克的老鷹跟馬雅的老鷹 拿來做測試 100隻老鷹加上100隻阿茲特克老鷹 最後是馬雅的老鷹會贏 所以8加9老鷹 並沒有比較強 反而是血量更多的 更有優勢一點 那馬雅人他的後期打法 只要配羽毛鍋箭手 還有老鷹槍兵為主軸的打法 他的劍兵性是比較弱一點的 後期也可以轉出戰毛兵 有這個散彈戰毛可以用 那馬雅人除此之外 他還有這個資源永續的打法 那資源的部分呢 可以採更久一點 譬如這個金礦阿石礦阿 都有這個15%的資源永續效果 那包含也是吃這個野豬阿 還有鹿肉也是 所以馬雅人在前中後期的經濟都算不錯的 只要村民一直有在做事喔 資源都不會超到哪裡去 好那我們先來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那這場比賽呢 是中東杯比賽的冠軍賽 而且也是最後一場比賽 所以看完這場比賽呢 也等於是知道了這場比賽的冠軍是誰喔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這場冠軍到底是怎麼打贏的喔 我看了一下賽程表 沒想到viper前面 輸很慘 輸得超級慘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冠軍賽到底是誰拿下最後的勝利 好那這裡看到馬雅人是已經點到了 19P 那越南是18P 兩個人的P數太一樣 好 越南這邊一升級上去果然是點了異農銀幕 升級速度快 而且不需要木材 高速升級 然後點下了馬雄 那越南人打這個異農銀幕的打法 前面如果打馬雄 很容易會有斷肉的問題發生喔 所以這個肉馬可能出個兩隻 就是極限了 出到第三隻可能會斷肉斷村民 所以這裡通常會轉一個射箭場 OK果然有轉三隻場 那這兩位選手呢 是HERA跟VIPER 都是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那兩位呢 都是我心目中 比的最強玩家 沒有其他人啦 他們兩位真的是 世紀帝國裡面的 霸主 應該說霸主也沒錯了 現在其他職業選手要想打得贏他 MIPER跟HERA 在賽事中拿下他們 是非常困難的 他們的穩定性實在是太好了 很少會有那種trouble 突然被秒殺之類的 不管是防守或進攻 都有自己 自己造了 一套自己的獨特見解 好 來看一下這一波 MIPER的工兵加 毛兵 不是毛兵 槍兵跟老鷹 直接殺入了這邊 HERA直接用村民想要反擊回去 但這裡有一隻村民落單 直接被集火 被收掉了一隻 肉麻即死回救 加上三隻毛兵回來 MIPER這邊 利用自己 瑪雅的前期優勢 進行壓制 那前期的優勢呢 是瑪雅只有這個 吃肉類會比較有感 到了城堡時代 老鷹國是最強的時刻 原城堡時代的老鷹呢 是可以快速量產的 只要均勻構作的話 雖然生產時間稍微慢了一點 但是需要的肉很少 黃金多大一點 然後農田大概灑個15片田 或是20片田左右 其他全部挖黃金 就可以爆出非常可觀的老鷹數量了 好看一下這一波操作 這時候MIPER已經拉了三隻槍兵過來前線防守 那槍兵的部分盡量不要衝第一個 MIPER這邊是直接把步兵全部往前拉 那往前拉的話特別小心對方的毛兵 那MIPER這邊控制得很好 這邊還賺到了一發箭矢傷害 好就賺了一發 有一隻弓兵被收掉 這裡轉出了步兵鎧甲 那瑪雅在封建時代想用老鷹打贏對方的赤猴的話 防護力攻擊力一定要先點 才有可能打得贏 所以瑪雅人這個文明呢 封建時代老鷹想要打贏對手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爆大量老鷹 配上這個槍兵 或是配上毛兵也行 或是弓兵也行 全黃金兵 就是能大的東西 只要你老鷹數量夠多 多能搭得贏 並不會太差 這裡很明顯老鷹數量太少 直接被Hera給吃光了 由於Viper這邊的走法 還是比較偏向弓兵路線的打法 所以並沒有那種大爆老鷹的做法 這一坨弓兵應該是要直接吃掉了 Hera也不演了 直接上去 黃點 但是還是有把殘血人拉走 好這邊再上高地 背頭射一下沒射中 剩下兩隻 三隻肉馬上前 想要騙弓箭 但是沒騙到 最後的毛兵全部收掉了 OK 但是這邊的肉馬全部殘血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等級的操作 這三隻肉馬最後沒有死 不是一般玩家 這三隻肉馬早就被吃掉了 好 Viper這邊直接點上了城堡石袋 用了買賣一波 OK 上去了 馬拉雅這邊升上去 大概會城堡石袋選擇 不多 只有這個老鷹可以打 那為什麼我說不能打工兵 其實也是可以打工兵 但是對方是越南人 他城堡石袋有這個 戰毛兵 血量上又很多 可能會越打越劣勢 而且人家有這個經濟 科技的加速 所以感覺最優解的東西 就是出老鷹 不要跟他對換工兵 很容易換輸 雖然自己戰毛兵也有折扣 那殘旗換下來 因為南人的這個經濟科技的優勢關係 沒有辦法拿到自己更大的經濟效益 或是戰狗 那馬拉雅的話 老鷹的部分 就有這個機動性的優勢 甚至可以騷擾 控制原點 都可以 數量一多的話也可以手撕城鎮中心 因為他的遠方非常高 直接把對方的工兵當會給封印住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這邊戳掉了 兩隻工兵被收掉了 那這邊至少要下到三個軍營 瑪雅的老鷹爆 三軍營跟這個馬公路線 其實很像 那我是覺得 瑪雅這個文明 可以下到第四個軍營或五個軍營 因為他不是阿斯特克 阿斯特克還有軍營的工作效率的提升 但是瑪雅並沒有 所以待會可以再找個機會 去補下第四個軍營 暴老鷹會更快一點 除非MIPER這邊要開TC 要開TC的話 你就另當別論 先三個軍營暴老鷹就行了 好這裡補下了英勇士的升級 二級的步兵鎧甲 找個機會要點一下 好了結果補的是修道院 那瑪雅的修道院 是比較偏弱一點 沒有救贖思想 生旅科技稍微偏弱 但是拿來遭對方騎士 還是蠻好用的 因為MIPER自己知道 自己老鷹的情況下 是比較害怕騎士單位 只要對方騎士 能被自己的僧侶壓制住 多多少少可以給對方寫威瑟 那HERA也不是神遊的燈 自己也知道 對方遇到老鷹國的話 轉騎士是更有主動權的 而且可以把對方追著跑 就是這樣子 一直追 好 耳機的 啊不是 護衛技術已經點下了 一級攻你點了 老鷹補下 生旅也繼續補 後面有開城鎮中心嗎 沒有 那可能這是一波囉 HERA這邊是有開出城鎮中心喔 那HERA這邊就要小心囉 這個防守會很難防喔 老鷹爆這個東西 如果你開TC去打的話 你的防守要做得很好 或是找你去挖出石頭 去插城堡 那HERA這邊是 石頭都在野外的 很難去安全的挖出自己的石頭 你轉出生旅去防老鷹也防不太住 因為老鷹本身有抗招搶能力 非常難慘 而且他要打三綠有額外增傷效果 就跟清洗病一樣 好 這邊繞個一波 果然有老鷹的話機動性很好 逼退了下放村民 但是騎士趕快回來救一下 好 看起來VIPER這邊的軍力 還是落後於人的 那遇到最後 爆這麼大量的肉碼數量 還有騎士了 老鷹通常是要先優先點攻擊力 而不是防禦力 好 這波衝了一波 把對方的村民拉到收村 要把這邊收村 直接放棄前方的墓區往下移動 就是這個在海景第一排 挖資源太痛苦 好 越南這邊補下了耕種技術 移動速度更快一點 要來一個騎兵衝鋒的話 效率會更好 好 先用毛病點一下聖鋁 聖鋁直接閃掉 早上獎到了一隻騎士 這一場是VIPER跟HERA的最後一場比賽 先來看一下 最後一場兩邊的壓力來到最高 VIPER必沒有打出 防守反擊純龍戰術 反而是HERA打出了防守反擊 雙TC開農 品種輕騎兵準備升級上去 又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這邊聖鋁給的壓力非常大 老鷹中有機會可以往上貼貼 都招翔到了 哇 這隻騎士很關鍵喔 三隻騎士被招翔到了 那HERA這邊的騎士數量越來越少 這邊老鷹可以包一波 把騎士包掉就很賺 WTF 現在HERA的金礦 現在被老鷹猛攻當中 如果這邊再繼續被壓制住 待會斷金的話 HERA可能會直接原地爆炸 這裡相當關鍵 好 騎士又再繼續往前 想去抓掉老鷹 但是一直被後面的僧侶遭降壓力 好 這裡沒有點二級的 步兵鎧甲 被承認中心是有點痛 還沒有關係 把殘血拉過來 讓僧侶繼續補血 這裡HERA直接放棄 這個礦區 想要往HERA 往BIPER家裡送這些騎士嗎 大家要往對方家裡送 家裡守得住嗎 這裡會直接BBQ喔 HERA HERA這邊會有點 難打 這裡很難打 好 繼續招 好 騎士到家裡了 BIPER有在控 好 往回拉 把所有的老鷹 往前貼貼 數量壓制 OK 繼續三個軍銀 他這邊是有走科技線喔 並不是四軍銀純爆老鷹喔 四軍銀純爆老鷹一攻一防 然後配這個僧侶是可以的 VIPER這邊是走三軍銀 配二級 步兵鎧甲 還有二級弓 待會要補 好 那現在由於已經壓制到了 敵人家的城鎮中心喔 二級的步兵鎧甲更為重要 剛剛講到 城鎮中心現在射太動了 有六點傷害喔 那等一下二防之後是五點 所以打一下的話 就只有一點傷害 五防 遠防五 城鎮中心是六點 這樣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效果坦度就會非常好 甚至要手撕城鎮中心喔 也沒有問題 好 這邊VIPER繼續給壓力 下方的金礦趕快控好 現在HERA已經斷金斷太久 傷害這個金礦被VIPER控制得很好 三隻肉麻想要從後面偷襲 但是沒有成功 VIPER這邊甚至沒有點下自己的神聖思想 還是三滴血 所以只要兩刀就可以砍死一隻僧侶 VIPER這邊的重點喔 就是把僧侶守護好 HERA這邊的重點就是了 清洗兵刷掉生侶 然後騎士順便要再輸更多一點喔 才有機會打病喔 兩邊的戰略公表是不太一樣的 好 當然這邊VIPER防守得很好 清洗兵並沒有來得及 抓得掉生侶 下方這一個BD偵察 抓掉了一隻生侶 下方這邊磁門中心 還在繼續被騷擾 殘血的勞翼往後拉 五個血 繼續往前 哇 VIPER這一波打法真的是 捨棄掉了自己的防守反擊 完全打一個強軍事壓制阿 超強 這個軍事超級強 這就是我們說的 VIPER正在改變阿 看來HERA 有點難打囉 這個組合真的不好打 這裡點下縱火技術 要來燒城鎮中心囉 直接往下衝 3 3 2 1 首點 但是要拉一坨老鷹過來防守 OK 手撕城鎮中心 縱火技術研發好了 打城鎮中心傷害非常的優秀 哇 1000點就這樣耗掉了 太狠了 VIPER 你實在是太高傷害了 好 出來修的村民直接被老鷹爆打一波 但是 哇 城鎮中心 射掉了一隻生侶 哇 老頭被解決掉兩隻 那邊VIPER出現了防守失誤喔 好 那HERA這邊也是轉出了生侶 招搶了幾隻老鷹 哇 城鎮中心 直接收掉了生侶 這邊只能原地開打 兩邊打成鎮團亂 二級攻這時候升級好 老鷹的傷害非常的優秀 但是 對方的情緒數量也蠻多的 但是老鷹的數量更誇張 還有30幾隻數量在場上 22隻 老鷹繼續扛 撞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十隻的村民直接原地倒地 最後 騎士數量太少 打不贏這坨老鷹的互相碰撞 被打破了出來 村民只能四處逃竄 這個城鎮中心還有300多滴血 直接拿下了吧 OK 騎士再上去 就是 衝了一波 現在二攻二防的老鷹實在是很痛 九點傷害阿 現在騎士一攻也沒有 而且也沒有二防 要坦住老鷹的傷害不太容易 三防 然後老鷹錯一下有四滴血 7加2 不是 9滴血 這樣是 錯一下6滴阿 好 難怪這麼痛 完全夾不住 基本傷害是 7攻 加2 好 這邊繼續補僧 老鷹繼續往前補 接下來目標 就是要把左邊這裡空下來 左邊這個農田區空下來 就十拿九穩 這隻騎士可能會被招 OK 找到騎士 用騎士去打僧侶 細節細節 OK 把對方的僧侶逼回去 再把這隻騎士給解決掉 好 那數量上的話 最好是25隻以上的老鷹 再去衝城鎮中心 才有機會 只是有機會 只是有機會 還不一定有 打掉的可能 所以 要再多一點會更好 因為對方也不是AI阿 他也是會把兵 送上來 跟決一死戰 這隻騎士在收回城鎮中心 這邊讓我拉得太多老鷹去右邊解 這個輕起病了吧 好 騎士前方只有少量的12隻 拆掉了一個房子 讓HERA這邊卡人口 雖然目前BIPER的村民宿 只有67村 稍微落後於HERA 本軍師壓力一直都在HERA身上 HERA這邊 承身中心 收村 只能放15人 直接首點 騎士過來想要解 有機會嗎 後拉 點掉生侶 生侶沒有招想到 好 下方的生侶應該有機會收得掉 但是BIPER並沒有想要衝著一死 生侶一直招 一直沒有招得到 老鷹在抗招想能力實在太好 好 繼續量產起來 下方繼續包夾 哎呀 這個BDBD的好 上方有開打起來嗎 沒有 HERA直接拉走了 這邊BD HERA也是第一世界拉了一些村民 走到純正中心裡 騎士也來了 OK 左邊兩隻老鷹也是繼續繞 好 這一波往前爆炸 木區再次爆炸 哇 VIPER這邊已經擊殺了 HERA快要30隻村民了 29隻 再一隻就 擊滿30隻的成就了 0換30 好 這邊高打第一 打一下騎士 能夠打得贏嗎 這波相當關鍵 現在勞育出來還有31隻在場上 騎士只剩6隻 HERA這邊扛不住這邊 直接GG了 我們恭喜VIPER拿到了 中東杯的冠軍了 哇 那最後的比賽呢 是以 4比3喔 擊敗了 HERA也算是一個完全比賽 那我們這裡會貼出 HERA跟VIPER的 對戰表 前面呢 是HERA 直接連贏三場 直接聽牌 結果VIPER直接一個大逆轉 最後一場用麻雅打越南 打出了最後一場 這個精彩比賽喔 相當的兇狠 這個老鷹爆 爆了112隻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呢 越南還是有領先的 但VIPER這邊的黃金呢 是挖到爆 軍事方面呢 只是1.1喔 老鷹果呢 他的特色喔 就是在城堡時代 非常的難產 如果你真的喜歡玩老鷹果的話 盡量在城堡時代 去防守 讓VIPER這邊 有一個機會喔 可以直接把他的正面部隊 一舉拿掉 這也是HERA在 這個比賽裡面的 最後一個伏筆喔 太想要升帝王了 如果HERA一直 繼續打他的 專屬 不是專屬 他的長處 擅長的強軍事的話 可能這場結果 就有所不同 對不對 如果騎士這些黃金夠肉量 全部都爆成騎士的話 這一些 老鷹應該是夾得住的 應該是沒問題的 但夾住要繼續 反打回去也不容易 那後來的這把想法 就是用少量騎士夾住 然後升帝王時代 勸退VIPER 那VIPER卻沒有被勸退喔 反正是直接打倒了HERA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